据台湾媒体报道,15岁的巴利斯·杰克逊5日服药割腕自杀获救,是人再次关注迈克尔·杰克逊家族充满争议和谜团的过往。 有媒体报道,造成巴利斯自杀的主因是他发现自己与哥哥普修斯·杰克森不同父亲的事实。 巴利斯向来以父亲为荣,也清楚迈克尔不可能是他的生父,但至少与哥哥有完全的血缘关系。 但在准备控告演唱会主办单位AEG的官司时,发现自己与哥哥的生父不是同一人,这严酷打击让他更敢孤寂。 得知消息后,巴利斯的心情越来越不稳,最后导致轻生念头。 他近来与生母关系密切,想紧紧抓住血缘最亲的人,他将进行密集精神治疗,出院后想与母亲增加相处时间,称杰克逊家是马戏团。